中国真空服务中外大战 火爆开启 三位中国三大小将 临危受命 接受太拳王位太残酷挑战 中太大战的意外机会 套战如何为梦想而战 对自己很有心意 也有点兴奋 生死考验突然降临 小将力加胜 怎样度过难关 神秘对手现身内派 但给胡丹丹怎样的意外 面对太拳王阿廷还剩那强大压力 中文豪六十信心十足 只有十九岁的中文豪 这场赛 这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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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打 这自己很有心意 OK 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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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中国真功府 我在这里等着你 我们首先有请兰方选手 来自泰国的军事员 来自陕西的十九岁小将 杜文豪 武术三打百场争霸赛的一场中文豪 对决 男子七十五公斤级的比赛 由陕西三线的运动员 只有十九岁的杜文豪 凌战是泰国选手 还剩那 就趴在这个 分场比赛 我们要请到了 中国武术三打队 总教练 国家队的总教练 张根学 作为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嘉宾 漂亮 这有十九岁的杜文豪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一场硬仗 他的对手是二十五岁的 男子泰国权的代表人物 阿丁韩胜娜 而且韩胜娜也是一名金腰带的获得者 对于我们年轻的小将来讲 这场比赛无疑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锻炼的机会 对对对 作为这个泰国运动员 也是个非常优秀的运动员 而且他整个的比赛经验什么都有豪与杜文豪 你看他的腿法呀 包括他的打法技术都非常好 就是在可能在抗摔上能力差了一些 作为泰拳选手一般的都是腿法比较好 拳打比较好 对对对 看看这个时候 这个泰国运动员是个老运动员 很油 摔他一般还摔不了他 房子不错 房子不错 对对对 调整重心啊什么的 摩一点 打摩一点 打手 开腿 双方第一回合呢 这个都在斗智斗勇啊 可以说是动了不少脑子 你看人家的腿打得非常的好 看看能不能得手最后的失散 可惜了 开吩一点 开启一点 开启一点 再还这些 即将达到 快点 我开启一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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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在第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看来 在第一回合 我们今天 漂亮 在第一回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现在 在第一回合 在第一回合 这场比赛 对于他 他来说 对于他 真功夫 对于他 好 走摔法 他 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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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于他 哎呀 对于他 他 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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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他 他 对于他 他说 他 对于他 他 对于他 对于他 他 他 对于他 他 他 对于他 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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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